我們去求他 如果他要我跟他跪 我願意為他跪下 我願意在眾人面前跟他跪下 希望他可以讓我上台 我只要能夠上這個台 演得好演得爛 大家有公平 我不會變成一個 因為表現不好而不能上台的演員 這事件會有很多人說我趁新聞 趁熱時間 模糊焦點 破壞電影界的攝影師 這些事情 那我必須要說的是 真正的 要回這件事情負責的是 加害者他本身的惡性 我為什麼會想要說出來 原因是因為 有一個網友他寫給我的時候 他寫得很簡單 他只有寫說 我看到你寫原子筆咔咔聲 我就確定是誰了 我真的嚇一跳 然後他說那是他第一次恐慌症發作 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霸凌了 而是他真的讓很多人 是造成心理上的受傷 然後就我知道 還有一個例子是他是不斷的進出 智商中心 輔導老師是沒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的 我必須先講一下 我是藝術學院出身的學生 對藝術學院有了解的 大概都知道藝術學院的學生都是神鬼戰士 但是我自己也都沒有料想到說 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厚禮症跟創傷 他就說 你這是什麼表演啊 幹我拍突兀的 他就這樣 然後說你在演幾歲啊 實在太噁心了 然後雖然毅導說 不對 毅先生說 他那個不是人身攻擊 但是我覺得 這應該是一般場市的 因為有提到說 在本來演員表演前一天的 都不讓我們上來嗎 對 我剛剛有講就是 原來這個角色 他就是夫妻在吵架要離婚 而且是老公求和 老婆不斷的潑冷水跟酸炎酸炎 那如果今天 易仙他給的指令說 我是一個溫暖自信而充滿包容的女 那時候請問戲要怎麼演 我可以耶 這只是詮釋的問題 宇二也可以演成十句 但是我的對手怎麼辦 然後那天他前一天打電話來跟我講這件事 之後我真的完全沒想到 我說說跟人選之人一樣的話 因為我的對手說 我只跟你講這件事情 但是沒關係啦 我們已經走過這一段路了 我們戲也排這麼久 已經三個月了 這段旅程對我來說已經很滿足了 這是一個光榮的旅程 算了吧 他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失控了 我說我們不要這樣算了 不能這樣子算了 因為現在這樣子在沒有正人的狀況之下 全部都是以前說了算 這對我們來講很傷 你不要覺得說他在保護我們 沒有沒有 因為全部人知道 我們如果沒有上台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 因為表現不好 所以不能上台的演員 這個非常傷 他絕對不是在保護你 他在保護什麼 我不知道 而且我必須告訴你 我們跟他的所有排列 都必須是現場有其他的人 我們絕對不能跟他一對一工作 因為門關起來打開之後 他有各種理由可以不讓我們上台 這個是我一直在努力避免的事情 你們可以去問我的對手原因 我當時真的是跟他說 拜託你去施展的可愛去求他 我們去求他 如果他要我跟他跪 我願意為他跪下 我願意在重人面前跟他跪下 希望他可以讓我上台 我只要能夠上這個台 演得好演得爛 大家有公平 我不會變成一個 因為表現不好而不能上台的演員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前一天晚上都會來講 非常非常煎熬 我已經做了所有的準備 我還甚至決定說 如果他真的不讓我上台 我就時間點到的時候 我把所有道具 我自己拉上去我自己演 如果我的對手他不敢上台 承受不了這個壓力的話 我都準備好獨白了 那一段我就演獨白 我連台詞全部都準備好了 我是在這樣的心情下 度過前一天 表演這件事情對演員來說 他並不是永遠第一順位的 有時候演員是可以放棄表演 放棄表演的 如果透過傷害別人 傷害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個好表演 他再怎麼好看都不會好看 那我會希望說演員能夠以同力的心情 就有戲劇這件事情來讓觀眾得到撫慰 這是我一直現在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 多久 我會看到這件事情 我會想要隊友 有儀 你會想要隊友 吧 我會想要隊友 你會想要隊友 我會想要隊友 你會想要隊友